大家好 很开心没有机会在主日分享诗篇的讯息 今次就来到Resh 还有Shin和Tuff 我们就会完成22个字母的系列 在分享诗篇之前 就很想介绍我们机构的活动 我们上个星期就刚刚去了元朗区 看到那里的大英姊妹 在现场进行了Basic信仰段写尼 Peter老师也教了十架七言的第三言 那天无论是教的、问的、答的都非常精彩 我们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我们之后那几场都相信会很精彩 你们一定要留意 如果很想参加的话 下个星期就有机会了 5月5日我们就会去到土瓜环的行恩会 会办第四场 而在7月到8月就会是最后的三场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里 这个Posa就是我们同工Andy设计的 非常之美 他们都帮我们放了QR Code 如果有兴趣的 就记得扫下这个QR Code报名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 记住继续留意我们的网站、Facebook和IG的资讯 我们就进入诗篇119了 第二十个 一如既往 诗人都会用八句 而且每一句的起头的字 头的字母都是同一个 今次就是第20个字母Resh 讲到Resh 大家都会记得一些比较常用的字 比如是头 头就是Rosh 另外还有一个字大家都会常见的 就是Raa 这个字在Peter老师教的神的名字系列里面 特别是耶和华尔勒里面 是一个佔着很重要的角色 而今次在我们这篇诗里面 还出现了三次 去到中文的时候 当然就没办法呈现到原文的特色了 我都在原文里面的第一个字 包括有看顾、变屈、远离、慈悲、狠多、汉见、汉和总刚 在这里已经看到汉见的字出现了三次 这篇诗一看 大家都会感觉到 诗人现在的情况很不妙 一开始就来叫救命 叫神去救救他 所以你如果细心点看这篇诗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一个字 比汉见这个字还要出现得更加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到 是哪个字出现的频率最多 其实就是救那个字 在中文那里 答救、救熟、将我救活 就好像很差不多 都是同一样东西 但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用了三个很不同的字眼去形容 所以在这篇诗里面 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词 或者这些词里面 带给我们对于救熟的意思 在这篇诗 除了我们要了解一下 诗人为什么这么惨 什么事令到他这么惨 我们还要看看 为什么他的心路历程是 而令到他坚持在神的话语里面 除此之外 当然这篇诗里面 其实是有不少比较矛盾的地方 我们就不能避开这些矛盾的地方 而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些矛盾的地方 这些矛盾的地方 正正就是作者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稍后也会看到这些矛盾的点 最后当然我们就会 整篇诗看完之后 就会看看诗人 究竟有什么讯息想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续节慢慢看 我们首先看153节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答救我 因我不忘你的律法 律法就是Torah 我们比较熟悉的 诗人一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说 他就求神要看顾他的苦难 不知道他的苦难是什么 只是很清晰地说救我 答救这个字 原文就是Halaz 这个字就有Draw Off Take Off Withdraw 即是拔出来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字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诗人的状况是如何 他应该就是调入了一些 很纏着他 好像泪灵的东西 然后他呼求上帝 将他拔出来 这个概念在吕镇中的译本 就译为救败 而诗人也提供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救他 就是因为我不忘你的律法 看到这里 可能你有少少疑问 其实呢 就算我们 记得不记得神的律法 神都会帮我们 救我们 去爱我们 是的 不过我们不要那么快 跳到那里 如果你记得我们 常常都分享里面 都会说到 忘记和记得这些词会 就不是只是说头脑上的记忆 而是说有没有行动 这些诗人就说 我呢 就不会不守 不行你的律法 是如此坚定的 当然听到这里 你或者会问 要靠我们行律法 神才会救我们 那这些算不算 靠行为得救呢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154节 求你为我便屈 救赎我 照你的话 将我救活 那话呢 这个字就是imra 通常都是译做话 或者说话 这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诗人是用了一个 平时写诗的方法 也是我常提及的 就是下一句 和上一句 或者两个词会 或者两个概念 会放在一起 下面那个 就会补充上面那个 或者增强上面那个 我们看到 诗人在153节 告诉我们很苦难 但我们又不是太知道什么事 但这里就提供多些的资讯 他被人屈 所以他求上帝 帮他去申冤 救他 辩屈是一些法律的词语 是一些法庭词会 我不太肯定 诗人有没有被人捕 去法官审 但他用得这些词会 那个感觉就去到这样 就是有敌人 去攻击他 去指责他 但很明显 就是不对的 现在对方 就不断说私人是错 他感觉到 很多的冤屈在里面 谁可以救他 唯有他可以呼求神 为什么他会呼求神去救他 我们这里就要看一看 救属这个字 救属的原文是Gael 这个字 大家其实不是太陌生的 这个字 在Louis那本《灵听圣经》的语言 有整个节目介绍 我们现代人对于家庭的观念 是比较薄弱 但古代不是的 家庭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亲属是有烂 或者有需要的时候 他的至亲其实是有责任去拯救他 帮助他 甚至买熟他 当买熟了这个有需要 或者要拯救的人 回来之后 这个被救的人 就属于买熟他的人 而且他们也进入了药 可以说是不能分开的 当我说到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救属的概念 Gael的概念 好像似曾相识 在哪里看过呢 没错 其实就是在路德纪 当波瓦斯救了路德的时候 帮助他的仇 也都取了他 他们也进入了这个药 在这里 私人用救属这个字 Gael这个字 是非常之厉害的 因为他是在呼求上帝 我们是有这个药 我知道你是爱你的子民 你会帮助我 你会救我 是强调着他 跟神之间的很亲密的关系 而私人也都非常之有信心 神是会因为这个药 会照他的话去拯救他 好 我们看155节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尋求你的律例 律例是学金 我们这里看到 当那群恶人 即是私人的敌人 他们不寻求神的律例 他们不愿意学习 神要给他们一些标准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 救恩 而救恩在这里 这个字就是耶稣 如果大家有学过希伯来文 都会觉得这个字不陌生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主的名字 耶稣 耶稣就会远离这群恶人 私人是将律例 学习律例这件事 和神的救恩可以为挂钩 一这样挂钩的话 你就会再问153的问题 又是要靠行为才行 如果我不敢走 神不是不够我 神不是说爱世人 不愿一人沉沦的吗 救恩是可以来来来 走就走 要靠看着我们的行为去决定的吗 这个问题 我们待会也会谈讨 我们先hold住这个问题 我们去到下一节 这一节 就好像是将上面 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 耶稣说 你的慈悲本为大 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 典章就是Mishpatim 在这里 诗人就直接去求神的名 耶和华 而且是素知于他的慈悲 慈悲这个字 我们如果有看过Torah 也是不会陌生的 就是Raham 那个字 跟子宫有些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慈悲 是有怀着父母的心肠 母亲的心肠的爱 而大 那个字就是Rav 很多时候都是用作多 大 这个意思 耶和华的慈悲是很大 现在 诗人直接向着神的慈爱去呼求 下一句就是 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 典章说的是 神话语的其中一个面向 是一种判词 一种判断 甚至可以解释審判 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会觉得有些奇怪 呼求 向着神的慈爱 呼求 就很清楚 很清晰 或者很合理 但如果下一句 是这样写 不是更加好吗 求你照你的慈爱 将我救活 不是好像更加夹吗 但当我看到这个矛盾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样调配好像好些 而且诗人不是不可以这样写 他在后面的节数里面 是会出现求你 照你的慈爱 将我救活这句说话 在这里 诗人是特意要这样铺牌 慈悲 还有典章 这个矛盾的地方 稍后我们会继续看 我们去到下一部分 先看157节 迫白我的 抵挡我的 很多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道 158节 我看见奸务的人 就甚憎惚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这里就用到法道和话 edus和imra 去形容神的说话 我们刚才看到诗人很痛苦 现在在第二部分里面 整个图画更加清晰 原来有人是逼迫他 抵挡他 而且还是很多 仍然都是rav 和上文的耶和华 慈悲本为大 是同一个字 这里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仿佛好像说 耶和华的慈爱有多大 他的敌人 就会同一时间在争多 那这些人是什么人 我们在158节 就会看到 诗人用了一个词会 也比较少在其他地方会这样形容 就是用了bagat bagadim 去形容这一班人 而中文就译做奸恶的人 这个奸恶的人 通常我们想 也是那些 语残片石坚那些 那些 我们先放下这些 那究竟那个字本身 是想说一类什么的人 这一班人在词典里面 我列出了 就是说这些人的行为 是会出卖人的 是会对人 是会欺骗人 是不忠心的 在这本TWOT 这本词典里面 甚至说这一班人 详细来说 是什么人 He is one who does not honor an agreement 和别人立了约 他不会尊重的 甚至在阿拉伯的语言里面 这个字本身就是解欺骗 而这个动词 常常是用在一些 的关系里面 是不忠 比如在婚姻里面的不忠 如果我们换句中文来说 最好的词汇是怎么形容呢 就是这一班人 就是背信 弃义 之徒 我们就不只是想奸的人 想奸的计 而这班人是不忠心的 是会背信弃义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要細心点 看看这一班是什么人 私人说到他们 是不遵守神的话 神的话 自他的子民离开了埃及 去到西乃山 神就将他的戒命律例典 将颁布给这一班子民 和他纳约 即是神的话 本身就在一个约里面 而这个奸恶的人 是能够有权去遵守 即是说有责任去遵守 即是说他本身都在这个约里面 而他不遵守 就是违反这个约 严重一点来说 甚至乎是出卖了上帝 这一班人可以出卖上帝 同一时间要出卖人 特别是一些疑人 站在神那边的人 要出卖他们 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我们所想而知 私人的状态很痛苦 因为他就站在神的约那边 他守神的话语 但另一边人就是离弃了 他出卖神也会出卖人 所以这一班人就会常常 做了一些很坏的事 来逼迫私人 所以私人可以做的 当然仍然是呼求上帝的拯救 但是这里我们会看到 私人就不是讲拯救 救赎伙 反而说了一句话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道 我们可以这样想 对付这些奸恶的人 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 最臭效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理他 你不理他 你不理他 你不踩头出来 他自然就不会搞你了 慢慢大家就是你好我好 又或者是这样 情况很不妙的时候 去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 跟他不如埋一堆 甚至他做那么坏的事 我做一点 做一点应该没问题 他这么差 我也是做一点 同流合污 只要你愿意埋一堆的话 很快他都会针对你 但很明显 这些办法 都不是私人的选择 他的心智十分坚定 他说No 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是不会偏离神的法道 法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是讲道去见证 他是不会离开他这个身份 他要继续坚持在神的怀疑 走在神的标准里面 他动都不会动 可以想而知 当他有这个心智的时候 一切的苦难就会来 因为你坚持下去 奸恶的人就会针对你 在这个时候 私人可以怎样 私人只可以再一次呼求神的名字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回 我这个状况那么差 唯有就好像159节那样说 我只可以靠着你的爱去将我拯救 在这一节里面 还有一句说话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分词 分词就是pikudim 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我们明白他会数之于神的钱 去救他 因为他的情况很恶劣 但是为什么他又好像说到 自己有个筹码起手 神啊你看看 我你有这个筹码起手 我的筹码是什么 就是爱你的分词 如果我们讲是一个交易 我们不会明白 但是倒不如我们进入私人的内心去看 其实他这个时刻 他什么都不可以做 他求神的唯一原因就是 他只可以挖自己的内心出来 给上帝去看 你看我是多么爱你和你的分词 我是不会偏离的 我会很痛苦的 但是我仍然要站立得稳 所以我求主你帮助我 你的慈爱帮助我 当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感觉到那个感受是很深的 私人其实他面对着很多的苦难 是很痛苦的 但是原来在他的生命里面 最大的恐惧 都不是被这些奸恶的人陷害 或者逼迫他 抵挡他以至于死 原来他的内心里面最怕是什么 我就走去他们那边 和他同僚合乌 然后离开上帝 所以私人的恐惧 亦都是他最大的 表达了他最大的勇敢 在他的信仰上面 所以我们会明白 私人为什么最后一句 不是只是呼求神去帮他 而是说了一句 是确信的说话 你说的总刚是真实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你说的总刚 总刚这个字就是Rosh 就是头的意思 但是这里就是Rosh的另一个意思 总和全部 所以神话的总刚 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就是私人在前面所提及过的 律法、华语、律例、典章、法道、训词等等 全部这些都是神的教导 而在私人的角度 这些的教导尽都真实 真实这个字 emmet 大家就不会陌生的 因为他有这个 行定、稳定的意思 甚至乎这个字 也会解造是真理 换句话说 在私人的角度 神的说话是真实 是真理 而且在神的话语里面 私人再将Mishpat Mishpat 拿出来 好像打了个光灯 大家集中强调一下这个 就是在他一切的话语里面 神的典章 那个判词 就在这个话语里实现 而且尽都是公义 而且还是永远长存 我们在这里 就会看到 私人似乎 就不只是一个 陈述 一个事实 这些东西尽都是真实 真理 直到永远 而是一份好心的 确讯在他里面 他好像仿佛是这样说出来 是提醒他自己 在私人很迷茫 很多痛苦的里面 甚至乎他自己 差不多 就顶不住 就是要塞脚的时候 上帝的话是真实的 他是公义的 会直到永远 所以他提醒自己 自己要暂立德运 不可以得罪上帝 我们刚刚看完私人 他所经历的痛苦 他的恐惧 他如何面对 他的信心等等 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其他问题 这本诗 我刚才说过 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而且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挣扎 就是 就是救恩 是否真的凭行为得救 这个是否私人想说的 我喜欢看诗篇 除了他好像一部电影 我也很喜欢看电影 一个故事 他里面很少的字 已经是把私人内心的情况 表达无为 而且他面对处境的心态 这个方案 往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除了是一个心态 一个故事之外 有时候在这些诗 虽然是这么短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 诗人对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如果用回我们 比较现代的说法 就是他的神学观 就会在这些字句里面透露 而今次我们就会集中 看看救赎这个观念 而帮助我们的就是有三节 三节里面 也有同样一个词会 是Yenny 将我救活 你想想 八句有多少个字 大概已经是佔了三个位置 所以这个短句非常之重要 是Yenny 154、156、159节都有提及到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扣你、照你的点章将我救活 你的词爱将我救活 是Yenny就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这样 诗人每天在Yenny前面 都补充了少少的细节 而且稍微有不同 照你的话 照你的点章 和照你的词爱 仿佛诗人是想补充多些东西 所以我们都要细节点去看看 我们先看154节 你的话 就是imra imra te ha 就是你的意思 在前面灰色那里有个小小的字母 就是le 就是一个前置词 相等于英文的for 或者to 它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这个le 不过在词典所解释的里面 看到它通常都会指示一个方向 或者一个目的 诗人用了这个字 就放在你的话语那里 而下面156和159 就是用了同一个前置词 k 这个字 在156 mishpatim的前面有个k 在下面159 词外hazard hazard就比较常用 就有个k 这个词 这个k 这个词 就是有一个s like 就是正如 就是憑住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英文的翻译 很多时候都会用according to 中文就会直接译 就是依据这件事 凭住这件事 从这两个用的前置词所不同 我们看到 诗人好像仿佛想将第一句 和后面那两句分开 而第一句主要是说 神会将诗人救活 是因为照他的话语 这个是那个目的 那个方向 话语imrah 这个词本来是来自另一个动词 是说 amah 这个词 这个词除了说话 有些声音出来之外 亦有时候会解作 作出一个应许 所以有时候imrah 变成一个名词的时候 在上文下里 有些版本 就会根据上文下里的情况下 将它译作 乐言 是一个应许 是神的乐言 而在这里 雷震中的译本 亦都选择了 亦做乐言 求你照你的乐言使我活过来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如果是一个方向的话 指出神为什么要救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方向 或者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实现他所应许的 而后面照你的典章 照你的慈爱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标准 按照典章的标准 和慈爱的标准 去拯救私人 我们知道 救恩绝对是神的应许 这是很清楚 但是私人帮我们 给了一个标准 要有典章 亦同时有慈爱 两者是对等的 刚才我们看了 私人他内心 或者他头脑上的救恩观 是有两部分的 就是典章和慈爱 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救恩 是会跟典章挂钩 甚至乎是来自典章 这里我们就一定要看回 160节 你的话的总刚是真实 刚才我们说过 神的话语的总和 他的戒尾律例典章 全部都是真理 而私人在后面做一个补充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Mishpatim 我们说过Mishpat 这个字 是有一个判词的意思 如何才会有一个判词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上主有一套他的标准 他就会按照这个标准看 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善 这样做就是恶 如果人做了这些对的事情 他就想 如果做了不对的事情 就会是要惩罚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就是说 神话语的总和 这些戒命律例典章 他们都有一个功能 而私人现在是highlight了出来 突出了出来 他的功能就是 要是帮助人 去明白神的善恶标准 分得到什么是善 什么恶去行 如果我们是明白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 私人为何把神的善恶标准和善恶 要放在一起 两者都要结合在一起 因为救恩 是不可以只有爱 而没有神的善恶标准 救恩只有一个神的善恶标准 而没有爱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一定要两者放在一起 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到茶餐厅智慧 因为我都很喜欢吃茶餐厅 有一种很喜欢的饮品 是解释到这个状况 我喜欢喝鸳鸯 你想想 如果你邀请一杯鸳鸯 你说要酒咖啡 又或者酒奶茶 除了你会被人骂之外 根本就做不到一个 酒了奶茶的鸳鸯出来 酒了奶茶就不是鸳鸯 是咖啡 所以其实情况跟这里一样 神的救恩是要两样并存 缺一是不可的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反应 就会想 这个跟我在缺治的时候 别人教我 或者我初信的时候 别人教我 好像有些冲突 救恩不是白白吗 不是只是因为神的爱而来的吗 近来我看了一些书 就是讲圣经的本质 其中一本书是 挺有趣的 《How the Bible Actually Works》 那个作者提醒我们 圣经是一些很古旧的作品 而作者他们会问问题 不过他们会问 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 他们也会寻求他们的答案 讲的他们是什么呢 是他们当时的时代 他们所关心的题目 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关心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如果救恩是白白这个概念 这个神学的观念 我们直接摆回到诗人这篇诗里 我们真的完全不会明白 诗人想讲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试下 不要用我们的角度 我们用回作者的角度 作者的时代的角度 去换一些问题来问 看看会不会得到 诗人想讲什么 如果换一个问题 我们换一个什么问题 既然我们不要问救恩 是不是白白的 倒不如我们问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猜到希伯来人 猜到希伯来文化 常常都讲功能 不如我们问 究恩究竟有什么功能 它是有什么真正的目的 当然有些人会说 救恩就是拯救我们 因为主耶稣死在十架上 为我们牺牲 我们先放在一边 当时在旧日中 耶稣未来到 亦未死 但是存在救恩 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们想想 神的善恶标准 就是由他公义的地方 在160节里强调 是公义的典章 神有恩慈 换句话说 即是神的怜悯 因为刚才我们说 Rakam的字 也有怜悯的意思 神有恩慈 神有公义 这个是否在 已经在出埃及记 已经看得很清楚 神拯救他的子民 离开埃及的时候 是爱他们的 但是去到抗野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将他 放在迦南地 然后享受那里的七品种 而是怎样的 而是要教这班子民 要调教他们 他们在探子事件里 失落了的时候 上主一路继续扶持他们 去借着摩西这个仆人 去教他们 要调教好 让他们明白 神的标准是怎样 你怎样去过活 才讨祂喜悦 怎样做会得罪他 你要去避免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神救这班子民出来 不是独独让他们享受 送一份礼物给他们 这么简单 而是要帮助这班子民 是要越来越似他自己 既有怜悯 亦都有公义 如果救恩的真正目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或者会读得通一样东西 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作者是怎样说的呢 作者说 主耶稣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而且充充满满有两样东西 是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都见过他的光 正是负独生子的光 主耶稣的生命 他爱我们 为我们做了很多事 但同一时间 他在地上 特别是他侍奉那三年里面 就和一班门徒 和一班群众 一直这样教导 去帮助人 在他们自己当时的宗教处 已经醒过来 不要再做得罪上帝的事 而是要回到上帝的身边 这个喜不是真理吗 主耶稣的救恩 也有这两部分 有神的善恶标准 也同时有神的慈爱 在里面 缺一是不可的 你说如果 我真的好像私人那样 逐样数算自己 什么做得对 什么不对 不是的 好像跟我在信仰群体 教会 或者在神学书籍那里 看回来的那些不同 我会不会失落了这个救恩 我们不能忽略私人的提醒 可以以生命来造正的提醒 如果我们忽略了 在神话语里面 mish part 去分辨善恶那部分的话 我们会变了什么人 就好像那些恶人 那些逼迫他的人 又不理会神的律法 又不寻求神的律例 又不会出神的法道 那我们这班人在做什么 最后会怎样 就变成好像奸恶的人 还记不记得奸恶的人 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 那些本来同上帝 是有个药 但是不守 去破坏了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 而这班人 不但不守这个药 不忠心 甚至还可以出卖上帝 难道我们 是要做一个出卖上帝的人 可能你说 我觉得很严重出卖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今天的信仰群体 我们很着重全福音 也都以救恩为一个核心 但是这个核心 就摆重了在主耶稣的爱 我不是说主耶稣为我们 牺牲不重要 而是很重要的 这一部分 也是不可或缺的 同一时间 不可或缺的典章 那部分 我们真的很少看 就是说是可以不用去阅读圣经 知道上主他的善恶标准 久而久之我们是怎样呢 久而久之我们就像这个人那样 一缺了智 一翻了一个信仰群体 比如教会那样 我们就开始去躺平 去接受这个白白的爱 到一个地步是怎样呢 不知道上帝的标准的时候 很容易就变得以哪个为中心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当自己做了一些得罪上帝的时候 都不知道 因为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当你群体里面身边的人得罪上帝 都不知道 因为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到最后是怎样呢 是整个群体越走越远 越来越得罪上帝 没有了上帝的善恶标准 也没有上帝的公义 也没有上帝的怜悯在里面 这样还不是出卖一份关系 出卖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想一下 这个后果真的很严重 再这样下去 我们只是过着空有口号 空有仪式的信仰生活 而里面是毫无内涵可言的 我们要想 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 没有听过扭曲了 以爱为核心的福音 可能他还是好地地 有点良知在里面 但一旦我们教了他 去爱到尽 去包容到底 没有什么善恶标准可言 你做什么上帝都会接纳你的时候 他的善恶标准 他内心的良知已经按到最低 可能磨灭了 有时想 这样的扭曲了福音 究竟是在帮人 是good news 还是我们在害人 是一个和音 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 在我们现今的挣扎里面 我们很多个诗人留下了这段诗 给我们很多个提醒 给我们知道如何面对 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诗人很痛苦很挣扎 因为他要坚持守神的道 但是我们慢慢体验里面 很多矛盾的地方 其实不是真正的矛盾 反而是我们问得对问题 我们是一个对方向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诗人才是最清晰的那位 他对于救恩这个概念非常了解 所以他就持住一份盼望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救恩的盼望 只要他坚定爱神的话语 和遵守神的话语 不偏行纪录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越来越做得对 神的眼里面 这个人是他喜悦的 当他知道神喜悦他的时候 神一定会是怎么样 会与他同在 在我们人生很多苦难 很多挑战里面 当我们知道 无论多苦都好 无论是一个来临 如何挣扎都好 神都会与我们同在 说我们做得对的时候 这个喜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吗 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 真正的福音这个问题 人生那么痛苦 如果我们知道 终于有一个方法 我们确保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这个方法 就是要学校神的话语 有我们倚靠上帝的慈爱 这个真是一个最大的安慰 如果我们每一天 每一日我们的信仰生活 是这样活 这个喜不是才是真正的福音吗 求主连吻我们 让我们都可以学懂 好像诗人那样